Hello, 大家好, 羅臣 現在我身處在台灣的高雄機場 台灣我相信應該都沒有人沒有去過 所以這次一年四日就會帶大家去一個比較少人去的地方 就是綠島 要去這個綠島其實都不是那麼簡單 都要轉幾次車 現在跟我來 這次我去台灣就快閃了幾天 所以行李都非常輕便 只是帶了兩件手機 所以一下機就立刻可以出來了 剛剛下機才發現原來高雄的火車站不是在機場附近 都要坐幾個站才到 然後就先出埋票 高雄機場去高雄車站 35元 我們終於來到高雄的車站 周圍全部都是綠色布 你看到有些剛剛裝修好了 因為它這個車站應該是準備翻新了 所以四個出口 四個出口都圍了飯布 所以早了一來都是沒有東西看的 這個位置挺好的 趁這段時間跟大家說一下我們今天主要的行程 其實我們今天的主要行程就是由高雄 搭車、轉船、轉飛機 去到綠島而已 因為去綠島就不是那麼直接 首先由香港飛到高雄 然後高雄我們就轉火車去到台東 去到台東就可以轉這個小型飛機 或者是轉船去這個綠島 這次好幸運地我是訂到小型飛機 可以在台東機場飛去綠島 如果大家有興趣搭這個小型飛機去綠島的話 就一定要留意 就是它上網預約 它只是開放四個名額 是給綠島以外的人去預約 而且你要預約了很多去預約 要不然大部分時間都應該是沒有位的了 為什麼進來這個車站 聞到這麼大股的老蛋味 是台灣的老蛋味 哇,我們在這輛桌前 跟剛才人家搭的樣子差很遠 這輛身好多 終於上了車了 差不多了 有張桌子在這裡 會不會迷你了些 台鐵的火車便當 哇 嗯 這個很好吃 這個應該是一些 花枝 就是蜜魚那些 魷魚那些 魷魚那些 魷魚捲 趁現在旁邊沒有人回去吃了 終於來到台東了 但是呢 這裡的天氣好像不太好 哇 都很大的雨下 真是糟糕了 好 太漂亮了 我們坐的士快點 因為只剩下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那個小型飛機就起飛了 乾杯 安全到達台東機場 不可以取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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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這個是非常小的飛機 他就說 因為現在的天氣不太好 有機會會延遲 好像好天了 有希望 有希望 這個牌就是 看你的航班 幾點鐘 我們搭那間公司 就叫做 德安航空 蘭魚會有飛 然後 鹿島會有飛 你看到 有些航班 5點幾的那些 已經有點延遲了 因為就是有下雨的關係 是 我還是看到門才知道 原來台東是全台灣最健康的城市 20分鐘後 看到我這麼失望的樣子 就知道 我們的航班 真的被人取消了 很不幸地 這一班是 今天 最後一班機 所以取消了 我們是沒有機器去錄 而且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搭船 搭船的班次 都已經開了 所以 我今晚 一定要在台東 這裏 明天 再去搭船 去錄 我們回去 比較 城市 看到很多不同的餐廳 我今早5點起床 到現在 都沒吃過一頓正餐 我們本身在介紹錄島住的地方 現在變成 就是台東的其中一間酒店 其實 廁所很大 我問他有沒有大床 他說沒有 沒辦法 雖然現在還在下 都不小的魚 但是 這間房間實在真的沒有工作 那我們就下來 走個圈 看看這間酒店附近有什麼 其實這次去錄島 主要的目的 就是去潛水 但是 我竟然 帶漏了一件事 就是拖鞋 最後一個比較像樣的商場 摺灣 露丁園 這裏的商場 沒有人走 終於成功 在台東買到一對正常的拖鞋 然後就準備吃東西 剛才 過來酒店之前 看到附近有一間吃串燒 好像挺棒的 來到台灣也要吃日本串燒 你說是不是瘋了 身後面這間酒店 就是我們剛才入住的酒店 我頂完我酒店旁邊 就有一間Adidas 我剛才下雨看不到 剛剛的士司機有說過 在台東最有名的是 快炒 快炒 他就說 在台東比較多 炒菜 將海鮮之類 炒一碟 類似鐵板燒 這裏有拉麵 這裏有一間全燒 就是我剛才看到的那間全燒 最後還是來了這間的全燒店 因為現在是六點幾 六點鐘 太早沒有人 原來在這裏 先點些串燒 我們是自助的 我們出去看看 牛舌 薑、蔥、牛舌 看樣子也不錯 先試一塊 牛舌挺好吃的 但是它上面的一塊 有些像我們吃的 油雞的薑肉 有點鹹 KK 先試一下串燒 松板豬 挺爽的 有些像豬頸肉 這個是雞心串 它全部串燒都加了芝麻 還有雞醬 還有雞醬 冬菇 這個挺香的 不過我個人 冬菇來說 我喜歡吃乾身一點 不加醬去燒 我喜歡吃多一點 可是這個也好吃 我剛才以為雞排 是雞排串 原來是整塊 脂皮 脂皮很香 脆皮 雞排 好吃 應該是到了我們最後一碟 我點了一個烤蠔 先試一下 燒完之後 好像有點小 燒完之後 蠔真的差一點 可能是貨的問題 是蠔本身的問題 夜一吃完了 我想今天的行程 就到此為止 外面又下大雨 我想稍後還是回酒店 就早點休息 因為明天 我們預約了 早上9點的船 我們就會搭船去鹿島 就是這樣 我們明天早上再見 希望明天可以順利去鹿島 明天再見 今天晚上 會請看 下次見